此次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选择在空间规模较小的戏剧场上演 而且在这一部极富喜剧效果的经典歌剧中 导演有意做了一个环绕乐池的环形舞台设计 观众一进到戏剧场便会有与舞台近在咫尺的感觉 而演员的调度丰富 时常离观众很近 甚至就在观众的角度上 面前表演 歌唱 他们不时与观众互动 甚至还有诸多眼神的交流 就连乐池里的指挥和乐手也成了交流的对象 完全颠覆了之前观众正经微做听歌剧的习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吉尔在制作上的另一大特点是大量二维景片的使用 所有的不仅都由雅剧演员以表演的形式带到台上 典型的巴洛克风格的动画感舞台呈现显得非常有心意 在这一片心意背后 蕴藏着导演的细腻想法 他不希望这部歌剧离观众太远 他希望可以让这部作品能够真正融入二十一世纪的生活 正因如此 在这部戏剧里面充满了巴洛克风格 即兴喜剧艺术以及不同表演方式间的对比 基于这些考虑 强卡洛在制作中加入了大量与时俱进的道具 用简单的元素展现出海滩 沙漠 宫殿等场景 强卡洛坦言 这是从中国的京剧里偷师学道的技术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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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